第四百九十几 铁尔迪斯摆正脸色淡淡道 秦飞宇 你们要离开这个世界 那也可以 但你必须答应我们一个条件 把你们上古坏师的坏神能源交出来 我们保证立刻退去 绝不阻拦 安洛斯也冷哼道 秦飞宇 你该知道 我和提尔迪斯虽是一向不合 可在你的压迫之下 我们偶尔也会联手的 胆打独斗 我们不是你的对手 但是我们二人联手 你恐怕未必能讨好 没有永恒的敌人 只有永恒的利益 两人为了击败秦飞宇 联手倒也无可厚非 秦飞宇身后 驾驭着火麒麟的男子 怒目一瞪 力声喝道 道貌而然的家伙 你们还不是 觊予我们上古坏师的 御兽之法和强悍实力 自从我们这个部族 通过时空通道 流落到这个世界后 你等 就一直在想方设法 威逼利用 但你以为 就凭你们 也陪动用我 华夏子民的力量吗 黑凤凰身上 身披黑甲的 冷峻男子 冷冷笑道 你们这些人的 修炼之道 完全比不上 我族功法 玉兽 也只能用 处在婴儿状态来形容 如果不是我们 部族人数不多 你以为 在这么多年的战斗里 你们能占得上风 玄水神龟的驾驭者 更是干脆 据说的大幅向天一指 抱贺一声 多说无意 站吧 华夏永世 从不畏战 战 受到她的感染 金发女子一行 身后数以万计的强者 一起发出一声 充满气势的怒吼 似乎连苍穹 都被这声音 给震得抖了三抖 安洛斯和提尔迪斯 没料到对方 竟这么强势 看情况 根本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 眼神都变得很利起来 双双喝倒 秦飞宇 既然你不识食物 那也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杀了你 一样可以得到幻神能源 今天 你是交也得交 不交也得交 一黑一白两道影子 犹如霹雳 在话音稍落之际 便向离弦之剑般 往秦飞语的方向 飞射出去 他们身后的几名 坐下君王 也同时发料 杀 药木的银芒 顿时布满了整片天空 其中或银灰或灰色的光芒 包括安洛斯二人在内 几名大君王身上放射出的 皆是深灰色的光泽 奥峰一边看着 一边心中存夺 这应该便是灵主及向上 神力蜕变后的灵魂之力的色彩 安洛斯 提尔迪斯 我说过了 今日你们不放我们离开 便是你们的死期 面对两位大君王的合击 秦飞语 面不改色 冷傲地笑了 金色长刀挥舞之间 他也驾驭着足下的五爪金龙 向上飞去 丰满的郊躯上 突地放射出一股射人至极的压力 漆黑的色彩 一出体表 比黑夜 还要深邃的能量 弥漫了整个空中战场 黑色 奥峰瞧得一惊 正在向秦飞语杀过去的 安洛斯和提尔迪斯 更是如遭雷击 他们清楚地感觉到秦飞语的强大 毫不夸张地说 此时的他 以一敌二杀死他们 也不困难 二人虽然了解到 上古幻师 此般冲击通天之路 肯定有所倚仗 却怎么也没料到 秦飞语居然突破了 多少年来 从未有听说过 有人到达过 大君王以上的等级 在他们的生命里 大君王巅峰 就是最强大的状态 可秦飞语 竟突破了 幽暗的黑光 与幽冥鬼火 那种等级的力量 有着本质的不同 仅仅是放出这光泽 便带动了空间的波动 秦飞语所到之处 空间接近坍塌了下去 那长长的空间裂缝 煞时吞噬了无数的强者 宛如晴空的伤痕 秦飞语好像是一道催命的黑色流星 使得无数的强者颤抖不已 两道黑光暴射出去 安洛斯和提尔迪斯 根本来不及抵御 便被狠狠抽中 他们原本的进攻 立刻被打破 当场口碑心血 以比原来更快一倍的速度 重伤倒退回去 老天哪 无数的信徒仰头观望 再看到自己仰慕的神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便被如此狼狈地击退 信心土崩瓦解 安洛斯和提尔迪斯 几乎同时发出了 惊恐至极的尖叫 这不可能啊 这难道是 秦飞语金刀一横 五爪金龙煞柱 便如一个不败战神 傲力苍穹 冷冷达到 这是我华夏民族的力量 短短一句话 却是令人热血沸腾 战场上的上古幻师 仰天长笑 厮杀得愈发拼命 反观光暗两大阵营 人数虽多 但同一个级别的强者 却根本比不上上古幻师 一名上古幻师 往往要好几个人 才能应付 而此时空中战场 又是秦飞语战尽上风 光暗阵营的士气 马上就滴落了下去 杀 为了回归共土 杀光这些兔崽子 小弟们继有我们的力量 为秦飞语大人安战 疯狂的呼吓之中 战局几乎出现了一面倒的形式 无论是天空战场 还是陆地战场 两方皆在以惊人的速度冲击着 光暗阵营的后方 一条散发着透明光泽的缝隙 已经遥遥在望 那就是通天之路 其实也就是时空通道 通过这个时空通道 他们能够回归故乡 秦飞语此时虽然可以破空而去 却无法定位自己的时空节点 容易迷失在空间乱流之中 更何况 其他的族人 没有与他同级别的存在 无法抵御空间乱流里的时空风暴 破空而行只有死路一条 耳旁呼啸的狂风 几乎令傲风以为 这就是现实 无数的强者陨落 无尽的厮杀展现在眼前 这古战场上的拼杀 惊心动魄 根本就不是他此时的级别 可以企及的 太强了 这些人都太强了 还有那个秦飞语 按照这样 他岂不是应该能返回故土了吗 为什么后来会 傲风已经可以肯定 幻神能源的拥有者 就是这个秦飞语 但按照现在的情况 秦飞语却是陨落了 两大大君王联手 也不是他的对手 这个世上 又有谁能够杀得了他呢 傲风心底正在疑惑 这个时候 战场之上 却是突然发生了变故 原本晴朗的天空 一瞬间就黑了下来 电闪雷鸣 风起云云 一股庞大的飓风 呼的就从天边席卷了过来 这恐怖的飓风 完全不是普通强者 能抵御得了的 飓风中 蕴含着雷电冰霜之力 把前方的许多战士 撕成了碎片 秦飞语 亚然地皱了皱 绣挺的霉 面上出现了凝重之色 仿佛已经感觉到了什么 浑厚低沉的声音 就在这个时候 从天边 远远地传了过来 在我这个世界之中 竟然会有人 突破到这个境界 看样子 上古幻师的确不凡 哼 秦飞语 本来我只想要 你们的幻神能源 但现在 你的存在 已经威胁到了我 所以 你今天必须死 飓风 已经一路刮到了战场中部 正中心 一个黑色的影子 淡淡浮现 本集结束了 我是奥峰 我们下集再见 由于